就是跟唱歌一样就是高潮在后面 你前面唱的差点无所谓啊 哎有所谓的 一箱嘴还是怎么会这样啊 每一个音符都很重要 怎么能这么说呢卢主任 精明跟刘畅主 跟汪尾好像李不妍主 真的是血啊 好难啊 这一次我们要猜的是第一名和第二名 而不是上半场下半场谁赢了 我们这样好吧 我们先讨论一下下半场这两组 我觉得李不妍虽然准备的啊 替他捏了把汗 但是从科普而言 真的老百姓能带走一些东西 而且呢 他跟汪尾航的这个合作呢 其实我觉得也可圈可点 其实我现在特别觉得汪尾航跟李不妍搭 是一个特别好的组合 其实他的不足正好汪尾航他的能弥补 对一个慢一个的一个push催 对我跟陶孙想法差不多 那这么说下半场的话 应该是王伟航李不妍 上半场就是 林生和张恰可以 对 这样好吧我们上板 等会板子上来之后 我们再讨论谁第一谁第二 行 来看看啊 这是难度谁第一谁第二 这样吧我们先投出自己那一票 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的投票啊 好 同意这边的是第一名的请举手 哇塞 明显这三位是投这边的对吗 对 是的 3v3 所以我是那个关键票 哈哈哈对 海权老师 海权老师 这压力太大了 这个实用性肯定是后面做的 对 有个册子吗 实用性毋庸自己是后面 那种哎 海权老师 后边那个优点更加明确 就是他更那个大家印象深 趣味性 趣味性也很强啊 你看他互动性多强啊 所有的那个阿姨说明都开始举手 疯狂回答问题 啊 我不认为 啊 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说科普 内容是躯干 形式是翅膀的话 李不言和汪文航的翅膀做的更好 对 但是冯琛跟张恰的躯干 还是做的更好 嗯 为什么呢 首先他们集中讲一个柄 废基杰 李不言和汪文航的时间 上俩一放在一块 是会有点乱活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 冯琛跟张恰的配合 很好 啊 控场能力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内容的学术性方面呢 就虽然啊 咱们不能够太过专业和太过学术 但是 老百姓也挺需要学到点真东西的 不能光是整天吃啥喝啥这些特别常见的这些 综合这些 要我还是会选冯琛和张强 感觉被打动了 哦 有我方的代表还没出场 那卢主任说服他们 卢主任上 卢主任上 其实就是汪伟航跟李不言刚才讲的 就是他们的痛点就是在内容过于繁杂 嗯 但是将反也是他的优势 因为给他讲下来了 而且亮点都在后面了 嗯 就是跟唱歌一样 就是高潮在后面 嗯 你前面唱的差点无所谓啊 嗯 哎有所谓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一箱嘴还是 怎么会这样啊 每一个音符都很重要 怎么能这么说呢卢主任 哈哈哈哈 我们这边的歌手不能承认这一点 卢主任卢主任 咱们从咱自己的专业教的 哈哈 拉票失败 哈哈哈哈 不妨再以记者这个职业为为代表再说一下 其实宣教的话 一定是让老百姓领到东西 领到知识 领是吧 这位主任 我我我觉得我还要再拉最后一次票 我这回拉票的对象是毛毛 我就想问吧 毛毛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翅膀会死 还是没有躯干会死 没有梦想会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赢了 好了好了好了 来来来 现在目色看啊 还是3v3 已经很难互相说服了的感觉 这样说说我的想法 这一季以来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更相信陶主任的 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理性 没有反转啊 我就我我投这篇 哈哈 好 如果因为我这关键一票输了的话 那责任其实还是在陶老师 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是4票对3票啊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排名啊 第一名是冯真和张恰 第二名是汪伟航和李不言 如果那个陶主任今天您不幸被打脸 那么就请您为我们点灯子吗 好的 哈哈哈哈 点出 好希望你们赢 让我们输吧 来来来 我们赶紧看看看看答案 迫不及待了快 那我先把我们三位老师给你们打分的情况宣布一下 冯秤张恰组90分 哇 好高啊 高尚谢续超组84分 精明流畅组87.6分 汪伟航跟李不言组是 救命啊 汪伟航跟李不言组是83分 但是有10分 观众的10分 从我们三位老师打分来讲 张恰逢秤是最高的 精明跟刘畅是第二的 但是 我们还要看居民的老百姓的投票 上半场 逢秤张恰组有20票 剩下的高尚跟谢续超呢 18票 那稳居第一 下半场精明跟刘畅组 跟汪伟航和李不言组 哎呀 真的是雪啊 哎呀 张主任 哈哈哈哈 快说吧 刘畅你们组呢 最后是17票 汪伟航跟李不言组呢 多一票 18票 有点悬啊 所以最后总排名 第一名 冯琛跟张恰 祝贺 呃第二名的是汪伟航跟李不言 蝶子和也不错也不错啊 好 呜 投稳 跟你跟定了啊 哈哈 呜 哎 怎么了 陶主任我也有一票呢 怎么不跟我记掌呢 哈哈哈 不记了 同一个主题内容 下半场是亏的 选题也很重要 对 有些老百姓因为上半场已经听过高血牙的一些内容了 这就跑到隔壁就听了 我看了几个老百姓跑到隔壁出来腾腾他们了 他又能秤饭吃 我能秤蔬菜 你们是不是这个是诱惑力更高是吧 菜场里面邻进来人家看到的 最后 他把大白菜都分光为止 你还有两块肉 我都看到了 这个你们拎进来的时候 他们也看到 哎呦 你到哪里去了 你到那边去了 他们就跟到你们这边来了 经过这样子一个实习 实践 相信你们每一位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被你们感动 你们在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进步 你们已经从小医 逐渐进入大医了 能够把这些常见病 多发病 老百姓关心的这些问题 可能还缺乏的这些知识 通过你们的宣教 使得有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我们这些 常见病的科普 做好预防 大家已经非常用心 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所以也这次祝贺大家 今天确实是我第一次 以一个医疗相关人员身份 进入社区去做知识的土地工作 那种被人群围执的感觉 我突然有点害怕和恐惧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 更要去锻炼 去历练成长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宣教方面 是进社区最需要做的 也是我们能做到的 最好的一个方式 开始我想这个活动 也许不会有太多人 结果没想到 刚刚开始分诊的时候 就有很多患者 就开始迫不及待地 跟我聊他的病情了 这种被信任的感觉 真的很好 无论你给他专业的医疗建议 对生活上的一系列 就是非常有用的关心 他们是能感受到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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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个好美 你漂亮 真是个好美 谢谢 谢谢 说话的时候一直摸有他的手 他来跟你倾诉 其实是一种自己心灵上的补味 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做的工作是值得的 我们发现对于我们医生来说 其实能够继续追踪患者 随访 也是能够真正帮助他们的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还会主动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临床 就是把传递给叔叔阿姨们 甚至年轻人 不管从机阵一起合作 还是到后面的健康咨询阶段 大家可以一起干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子吧 开心 继续去加低油 加低能量 好吧 好 那就这样 谢谢了 谢谢 谢谢了